那刚刚有一个拇指痛的 我们来处理一下给大家看 拇指痛不管它什么炎 反正那是西医的讲法 反正它哪里痛就哪里发炎 那我们已经不管它 痛就是一个讯号 其实不代表发炎 它没有两个火 而且很可能是寒 所以了解了 凉空调就会 你痛的位置指给大家看 它是这里跟这个位置 如果痛这一个点就不一样 这一个点 隐状肌本来这是食指 痛这里揉这一条 但是如果掌心痛我刚刚还没有讲 如果掌心痛揉哪里呢 如果痛这一点就是翻过来这里 一样所以它现在痛这一个点 那这一个点揉哪里呢 就是这里那如果说它说痛这一个点有时候痛到这里来对不对 那大家看这里掌心痛对不对 这里还是掌心痛嘛 那这一条谁管的呢 这一条就是翻过来这一条管的 所以它这里已经食指也在痛对不对 食指的掌心在痛还有拇指的这一点在痛对不对 是不是你痛这一点嘛 骨头这一点嘛 好那我跟各位讲拇指这个骨头痛 它如果痛内侧的算比较严重 它除了揉这一点 你有时候还要再下来一点点看 它有没有延伸点 它如果痛后面这一节痛 那就比较简单一定是这一点 如果痛内侧 你就这一点再稍微 把这一点揉开了再下来一点点 有时候还会有痛点 那再把它揉开 这个整圈就会好了 所以它现在这个问题也不难 就是处理这一点 还有处理这一条 这样大家能理解了吧 你这样痛多久了 跟这里差不多 也是同一个时间 所以它放的时候 刚好这里奔紧 还有这里也受伤 你们早拇指这里都容易揉错 就是它是侧面 一直骨肉分济处到这里 你看这里我们手腕有一条线 对不对 过来到尽端处对不对 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尽端处 那一般揉会错都上来一点点 错 它一定是下来一点点 刚好交界处 你们拇指动动看 这里有一个骨头在动 有没有 有 有摸到了 这就是尽端处 所以为什么拇指痛 跟这里有关 你们了解了吧 这才是尽端处 有没有摸到 有 那进去的时候揉法也有一定 拇指最容易揉错 就是它要从骨头跟肉的分济处直接进去 你不能从这样进去 这种肉顶着不会好 一定是骨跟肉分济处 这样会了吧 我揉给大家看 应该你站这样 大家才看得到 好 这样对不对 它是这一个尽端处对不对 没有问题了 就是手腕过来 对不对 这里 那就是侧面到尽端 一定是这里 那你就直接顶进去 就是在这里 疼了 这个它就疼了 这个就是受伤的部位 好 你忍一下 好 这一点假设已经揉开了 差不多几下 好 那这一点揉开了 我们再下来一点点看看 这一点疼不疼 这一点呢 没有那么疼 所以重点还是在这一点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样揉完了 我们再帮它舒缓一下 好 你现在拇指动看看 你看现在拇指那种感觉 这松很多 松很多了 松很多了对不对 拇指确定 那我问你 食指这里还痛不痛 这里 这里 这边就还有一点 他说这一边还有一点 这里我们有没有处理 刚刚 没有 那这里就是翻过来 处理这一条 好 我们来找找看 这里痛吗 嗯 这一点呢 蛤 这里呢 这里也不痛 这里呢 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点 这里呢 这里疼一点 好 那就从这里 这个比较疼 对不对 好 麻的 是麻的 好 手掌都麻 对 他揉了 他感觉手掌都麻 这时候表示他怎么样 寒 一定用温敷 这时候温敷会比怎么样 推揉还要好 他是缺少热 所以如果有这种感觉 揉了更麻更痛的 都是属于虚 就是要用热源 就不用再太大力了 那这时候就是以温敷为主 好 好 你再看看那个手 没有那个疼感 没有疼感了 对不对 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吧 对不对 好 这样大家会处理了吧 对 好 谢谢你 好 不会